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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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很关键的 张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卤水可以说是南方朋友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绝招和秘方 对 我们这个卤水采取师我们的老板是潮州人 研究多年研究了一个老卤一直用到现在 那今天要把我们这个私房卤公布给大家了 看一下要放什么东西 看到满满一桌子二十多种香料大家都不要惊讶 因为卤制品最重要的就是靠香料来提味 像桂皮 草果 香叶 茴香等都是非常常见的香料 但也有几样比较关键的 还是让大厨着重介绍一下 可以看一下我们用的是新鲜的香茅草 这个是在市场上做泰国菜和东南亚菜做的东西 对的 像这个的话 这是新鲜的 还有一股特别的清香 柠檬的那种清香 像冬银公汤之类的话都需要用到这样的香茅草 还有香茅冻做甜品 也可以 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运用 还有呢 还有这个南疆 南疆 南疆比较有特点的香 对 像一般粤菜都要采用这个南疆 这跟我们用的生姜有什么区别吗 都不一样 它那个感觉就是中心还有一个木质的部分 对 它有个木质的部分 它的香味很浓 而且它的皮看起来更红 但是像这样的南疆 在南方菜系当中都是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香 它和生姜的香味不一样 生姜的香味偏辣 南疆它没有辣 它也能够去腥吗 所以也能去腥 四斤左右的鹅 需要各种香料取80克左右 分别放入香料包 然后就可以浸到卤水当中了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老卤 它就精上什么样子 来 张师傅来 开盖子 哇 香啊 对啊 香气扑鼻在翻腾着啊 这个老卤为什么颜色这么深呢 我们是吃几十年的老卤熬下来的卤 哦 已经有几十年了 对 就天天在那翻滚着 翻滚着 其实它基本的调料还是有的 什么酱油啊 老抽啊 这里都是调颜色的嘛 哦 那么其实第一锅 第一锅老卤 它也是用这个高汤来制作的 比如讲放点老母鸡啊 放个蹄胖啊 放点鸭子 在那有一个高汤 加上那个刚才那个香料包 这是第一次 所以这也是我想问您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家里面 不可能有这个十几年卤上的老卤的 我们就在里面放点那个骨头汤啊 鸡汤啊 对对对 然后把刚才的那个卤料包扔进去 先熬一个浓汤 然后再加料包在那里滚 把香料包和腌制好的鹅加入卤水当中 开小火焖上八十分钟 鹅才能够充分吸收到卤水的鲜香滋味 这样卤水鹅就完成了 经过了八十分钟的卤汁啊 我们的这个鹅终于卤好了 光亮的不得了 而且香气扑鼻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刘大厨 就是我们家里面呢 人口比较少 所以这只鹅一次是吃不完的 怎么办呢 那整个一个一下卤好以后呢 这个我们切一半 切一半另一半放冰箱 那么这个卤水在那里滚的嘛 嗯 冷了以后 那么要吃以前 把这个放冰箱呢 再拿出来 卤水里再滚一下 哦 那这锅卤汤也可以卤个十几年了 哦 如果是家庭制作 能够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步骤来做的话 你这个 我觉得可以每天都会自己家里有卤味可以吃 看到这里 爱自己动手的马大嫂们应该学会了自制卤味的方法了吧 记得做好的卤水每天烧开一次 鸡爪牛肉等其他食材也可以按同样的方法来卤制 不论是自己制作享受动手的乐趣还是买现成的 相信在餐桌上端上一份美味的卤味菜肴 都会给我们的年夜饭增添一份年味 出席 出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